愛婷是需要經營的 沒有機會經營啊 沒有機會經營啊 我覺得愛婷是怎樣的存在 我自若你生活的存在 有 假如你大學四年都沒有交過你女朋友 交相機啊 哈囉 歡迎收看 我們後面是空的 我現在快要跳下去了 哈囉 歡迎收看 校友專車站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 大學生是不是應該在大學這個階段 你交男女朋友呢 我覺得這主題也很好 可以探討一下大家的人生啊 我覺得要欸 是我覺得大學是工作能力上 或是戀愛上都是一個 這個時候你也沒有太多的 社會責任 然後你又是一個比較 可以自主的狀態 所以我覺得 這個時期是要的 我覺得要 但是我的想法 後面再來跟大家做分享 因為我覺得我會講很多 哈哈哈 好 那我們就問看大學生的想法吧 GO 我想問一下你們覺得 那大學生應該交男女朋友嗎 該嗎 簡簡有力 該 哈哈哈 那你覺得應該交男女朋友嗎 對 因為晚上都要打工 可是這樣會不會 就沒辦法去顧到你 你是需要經營的 多麼有機會經營吧 你也沒機會經營 我覺得愛情是一個 怎樣的一個存在 我滋潤你生活的存在 滋潤 生活的存在怎麼滋潤呢 一個正確的人 他會在你低潮的時候 給你支持 給你擁抱 因為我怕想要對大醫生說嗎 就當於戀愛的事 有夢最沒希望香水啦 然後現實總是慘酷 哈哈哈哈 會覺得該 我這時候最單純 沒有談的話 我今天可以 哈哈哈哈 在大學生年都沒有 沒有愛的問題 就是這個人 沒有這個道吧 那要怎麼樣 就是我們可能比較挑戰 別人交過很多沒關係 付錢給我的問題 哈哈哈哈 隨緣吧 開心就好 喜歡的人 跳舞就好了 應該 看對眼 確認 你遇上對的人 確認過眼神 我遇上對的人 應該 賽球還是 然後我就是 適合 不應該 要好好學習 哦 他們的組是應該 我們的組是不應該 我們四個都沒有女孩啊 哈哈 所以他們三個是有男朋友的 他們都是有男朋友 我因為他們沒有 我們是因為學習 我們有很多大賽 就是因為要學習 沒有很羨慕嗎 還是你們覺得男朋友比較重要 你應該吧 有 練習都朋友 練習都朋友 有 假如你大學四年都沒有交過你 你朋友 都想一下 說到 我們要兩年的機會沒關係 要啊 當然要的 有學分耶 路可以的 一個經驗吧 要啊 買衣服也要先試穿 那你為什麼不在你結婚之前先試一下 可是問題是 想不想交男朋友跟交不交得到 四兩回事 四兩回事 你留下我的電話 送履歷表 鞋要試穿 買車要試開 你 我先試試開 應該要 一個男生戴的四年都很無過戀愛 你會覺得他是缺少什麼 或是人格有問題嗎 不會 可能就沒有遇到對的人 沒關係 我也單身十八年 十九年 是有的最後四年 因為除了折婚 就有工作壓力 希望大學遇得到 要 要 我以前有 以前有 你到底有什麼愛跟高中的意思 差在哪裡 高中就是為愛而愛 就是轟轟烈烈的愛 大學就有各種外在因素的考量 老實說高中的話 基本上天天都會見面 因為高中生活嘛 高中大家也比較少會有打工 或者是什麼 到大學的時候其實是 不一定可以常常見到面 可能打工或者是課業方面 所以我覺得相處時間上面的分配 會比高中來的重要很多 因為有些人不喜歡天天膩在一起 所以我覺得這個還蠻重要的 OK 問完了 那問完的結果呢 我覺得大部分還是都說 因為其實戀愛 小時候都會覺得 恩 家長說的話就還好 你倾聽就好 經歷過你才會知道 嗯 家長真的都是過來了 那我想講的其實就是 交過男朋友 才知道要怎麼樣去談戀愛 社會的每一個角色 不管是學生 還是你知道要進入市場 還是當戀愛中的人 每一個角色 你都是需要經過磨練 才有辦法達到你要的自己 那戀愛也是一樣的 所以當你第一次戀愛的時候 你有可能會做出一些 不是很對的問題 不管是對方的問題 還是自己的問題 自己的處理方式 可能都不會像 對 對 更親密的相處上的問題 就是你一個人非常熟之後 你們才可以看到彼此這樣的問題 對 而且當大家都有經驗的時候 你沒有這些經驗 可能你還沒有足夠的成長 然後你就要去面對這些 可能會造就一些感情上的紛爭 所以我個人建議啦 我是覺得大學是可以談戀愛的 對 好 對 如果你們教得到的話 好像 回去吧 好像有點嚴肅 好 那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邊了 喜歡我們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 開啟小鈴鐺 也歡迎去訂閱之前宣諺的個人頻道 還有貓與香菜的個人頻道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machines пару營師 可 earlier 我們下誣張 MIC 解 ourselves 完全 自 Pink